就在離開馬來西亞前的 這場午宴上 我們注意到了 一隻船出是政府打壓代表的 洪惠珠大使新奇的現身 而且位置就在韓國瑜的旁邊而已 歡迎宴就這麼剛好 駐馬來西亞大使洪惠珠 又是主桌坐上兵 要謝謝我們洪大使 更要感謝我們台上 在馬來西亞 大家恨動努力的一群 最勤勞的 我們台灣來的各位企業獎 參加我們高雄團 這樣的一個聖會 上台致辭五分鐘一句話 感謝洪大使 但仔細看兩人 明明只隔了一個位置 卻零互動 洪惠珠致辭前 韓市長看似想握手 無奈大使沒有看向這一邊 眼神沒交流 倒是活動跟緊緊 只有那一班 所以你一定要當那一班 如果要趕得及的話 我就是回台休假 因為過年沒回去 都會回去看看家人 24號兩人同班機抵達 25號上午和貿易商簽約 洪惠珠也來了 就連歡送午夜也不能缺席 不到兩天行程三度現身 但韓國瑜和當地官員 見面行程撿光死 也看似沒有實質幫助 被質疑根本是來盯場 應該是沒有 畢竟他們是代表我們台灣出來 我們已經是樂觀其成 緊盯人到這種定步 應該是不必了吧 真的不需要緊迫盯人 讓我們韓市長那個手腳伸不開了 不認打壓 但韓國瑜走到哪 洪惠珠化身影子跟到哪 就怕出訪新馬拼經濟 這家人卻成了絆腳石 記者馬來西亞綜合報導